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站在和歌山市街头 有男子遭到压制 接着 再次重回事发地点 传出爆炸声后 现场尖叫声四起 陷入混乱 并且冒出浓浓白烟 岸田文雄在当地时间15号上午11点多 来到和歌山市的渔港 为众议员补选站台 就在岸田准备开讲时 一名男子突然丢职银色援助物体 随乎立刻护送岸田 迅速搭车离开 而在维安人员合力将嫌犯制服时 爆裂物发生爆炸 这一名男性嫌犯身份曝光是24岁 家住宾库县的牧村龙二 参与调查的相关人士说 警方已经在现场扣押 可能是爆裂物的两件原筒状物体 其中一件研判已经在现场爆炸 另一件是警方在制服嫌犯后起出 世上岸田这一天开奖行程满党 虽然差点遇险 他依旧继续下午的浮选行程 可以看到下雨天民众撑伞到场支持 而在遇袭事件发生后 警方不敢大意 在下午岸田的造势场合围棋护栏 现场占了许多穿着黑色西装的人士 是特勤保镖 岸田表示 日本正在举行攸关国家民主的选举 身为首相 他必须确保每一个人 都能传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因此他会继续站在街头发表演说 而且G7外长会议16到18号 就在日本长野县亲警则丁登场 这起爆炸事件令人联想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去年7月为候选人站台时遭到枪击身亡 岸田自身在今年初前往一世神功参拜之前 也发生鞭炮被引爆事件 类似事件一再发生 也让维安得更加绷紧身金 华语新闻时序号 蔡佳麟终的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起座 欢迎议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